今天我们来看第二场赛事 第二场都是长些路程的赛事 五班场合,路程1800米 第二门马会力得胜 3.7倍开飞,过完关只有3.9倍 最后加暖,再落到2.6倍 有盈利有些过关飞,10倍落到7.5倍 不过之后就回凸了,回到上去13倍 其风开飞10倍,过完关只有9.5倍 开跑的时候7.5倍 第二场都是长些路程的赛事 五班1800米 好,一起步的时候,内档奇风出阶快了很多 第一只打了出来 跟着出来的马,外档数起来 很有长性,放马过来 明德之声上次要带头 今次不用了,找定离了 判论一离离了内档 跟着上来的马,是黄金元帅医生红星 热门的会力得胜贴着蓝 暂时在第7位左右,拍着他有盈利 再跟着马,才有高耀晋升 余木春风、金童,暂时在尾 还有凌风的内档 过了第一次中点的时候 前面放马过来,带头 奇风出阶快了,不是带头放 首月第二就够了 铁蓝第三很有长性 黄金元帅拍到上来第四位 过几码位之后 伊生红星拍着明德之声 跟着那一队 活力得胜,暂时贴着蓝 拍着有盈利一齐 然后是余木春风 还有高耀晋升 包紧美那队还是金童和凌风 转到对面的时候 有900米徒程 前面放马过来 突然带开了一些 要带到两个几码位 奇风跟着他 没有逼上去 博着第三 暂时很有长性 黄金元帅 守着第四 今天摆前走 这时在三叠 多了伊生红星 又想骑上去 然后还有明德之声 这么多码困 他不骑着都可以 外档有盈利上了些 活力得胜 暂时在第五位置 第八、九位之间 接着金童也开始上去 前面的奇风突然走上去 一逼之下 就过了访马过来 内档明德之声 判论见到有位 立刻骑上去 后面上来的马 很有长性 活力得胜 已经出了外档 中间上来的马 还有这只 余木春风 捐了内档 最后百多米 前面奇风 带到头大 这些活力得胜很厉害 三排就过了 明德之声 其内反应差不多 第一名活力得胜 终于打开胜利之门 奇风第二 第三名明德之声 第四名 余木春风 基本上 组断四只 有难的马 跑得好 今天钓内难 是好处的 但是奇风 不是那么好 做着放马过来 走去放 变成他不可以 走他自己的部速 他要一早抽定出来 放马过来 用得多了些 大家可以看 放马过来 河明连 这些重口小的马 他又有些狼狈 在对面那里 有些控制不住 走多了 那里 他那道疆城 要操控这些马 就难搞些 当然这些马 在菊草其实行不错 通常我们都 沙田 下场 有点火 今上 先跑一下 你不要理他输多远 下次跑回沙田 可能完全不同了 奇风一早抽定出二叠 他要过前面那只放马过来 如果没有放马过来 他会跑很多 他可以多等一会 他不需要走 他不需要走 抢口抢得很厉害 放马过来 这里 走走越走越远 他那套疆城 暂时操控这些疆口 不是那么好的马 就不是潘顿或者莫雷拉那套 没有去到那个水平 控制这些急口马 明德之声 之前排队 我们当一次是一次人后追 跑得好一次是放头 这些马也是放头 就不好 今天他已经守到内南省了 到德国第三 都好像见得八八九九 看来 你看他几多配件 整头都是 跑得好 有捕捉 在内南 都是指于 近 要出头 真的有点难度 后面那一群都很普通 有一只叫做好一点 高耀晋升好像好一点 虽然他暂时没什么威胁 但没有之前那麽脱漏 他还有一只很自恋的马 很自恋的马 他走了 那位没位要转线 否则可能更近 他有盈利 有盈利出来都动身动细 两只马都 有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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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断时间头段13秒43 第段22秒71 第3段24秒87 第4段24秒31 末段24秒01 总时间1分49秒33 都是一个很正路的赛果 基本上1、2、3档就在了 加了明德之声6档 就放了蓝 其实是一个档位形势 决定赛果的一场赛事 其他的马 也没有特别 其实有盈利 上次冲得近了 但马仍然是一只很自恋的马 一旦跑了外跌 就更加舌尾 再加上 他也是一些情绪 今次 今晚 扭脚入 就在那里搞了很久 所以要通过 集商测试盒格 才可以再跑 比较新的马 开始都值得注意 因为始终马贵过了四分三 舊马跑到真的差不多 劉沃力得胜 虽然赢了 上回四班 他就不会跑五班 但是余下那些 其实都看到 有些新一些 例如好像黄金元税 其实都比之前好 今次摆前些 走回来都是第五 这些马降 没有什么用过 高月晋升也是 看看这些马 会不会来 季内余下一段时间 可以再跑得好些 有些机会赢完 先休息一会 回来再讲第三场